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 結果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專屬於高空的奇觀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殿 再熟悉的景象也變了一副母樣 從身邊的世界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旅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和我們一起 天際 遙游 福建 福建 位於中國東南沿海 巴山依水依芬田 綿延的武夷山雄距西北部 近七百條大大小小的河流 穿行於群山之間 和台灣海峽與台灣相望 進入福建的旅程 從敏幹邊界的武夷山開始 探訓一片樹葉的傳奇 造訪一座古村聆聽往昔的繁華 感受神奇的水上丹霞 往南飛行 洩候一片最美的連海梯田 銅木關斷裂帶 微型的峽谷猶如天嵌 為福建與江西劃出地界 往南飛 就進入福建境內的武夷山 這裡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地區 分佈著世界同緯度帶 現存十分完整的中亞熱帶 原生性森林生態系統 這裡成為研究兩棲爬行動物的鑰匙 鳥的天堂 蛇的王國 昆蟲的世界 在這裡依然能感覺到 這個星球最初的慢和從容 九區溪也慢 順著斷裂的岩層繞了九區十八萬 進入武夷山風景區後 直線距離僅五公里的九區溪被拉長了一倍 1183年 南宋藝學家朱熙辭官回到武夷山 在九區溪畔的武區溪 闖辦了一所書院 武夷經社 在這裡著書立說 昭途講學 沿著九區溪 沿著九區溪 朱熙曾逆流而上 寫下了一首漁歌 九區照歌 《玉女風》 矗立在九區溪畔 被視作武夷山水的象征 《二區亭亭玉女風》 《插花淋水》為誰融 這是朱熙留給玉女風的詩句 武夷山盛產茶葉 飛行在武夷山間 一片片的茶樹叢隨處可見 每年四月中下旬到五月中旬 是武夷山茶農最忙的季節 穿越武夷山銅木關段裂帶 敏幹古道貫穿其間 隱藏在峽谷深處 古道邊的這個小山村 叫銅木村 早在宋代 這裡就已經種植茶樹 唐代陸禹茶經中說 茶者上者生爛食 這裡海拔一千米左右 常年雲霧繞 空氣濕度大 土壤中富含有機質和有液礦物元素 有利於茶樹生長 並形成優異的品質 這裡出產的紅茶 鄭山小種 據考證是世界紅茶的起源 取名鄭山是當地人認為 只有在銅木關近六百平方公里範圍內 茶山生長的小種茶 才算正宗 梅溪下游 山環水繞的村落是夏梅村 兩百年前 這裡是明北最大的茶葉交易市場 當西為茶葉運輸而修建的一條運河 每到產茶季節 當西上日行竹筏三百艘 轉運不絕 這些茶葉 以九百米的當西水路作為起點 北京敏幹古道 進入幹江 長江 然後馬幫接續北上之路 過黃河 穿中原腹地進入蒙古高原 再換陀隊 到達俄羅斯恰克圖 途徑近近百個城市 完成這一萬里岔路 福建泰寧世界地質公園 呈現了這個星球上的美景之一 丹霞地貌 想像一下 這裡處於太平洋板塊 和亞歐大陸板塊相互作用的活躍地帶 一萬年前 頻繁的地橋運動 火山噴發和強烈的構造伸展 形成了太寧紅色盆地 此後受喜馬拉雅運動抬升和切割 經流水侵蝕 重力崩塌 風化成為此刻的奇觀 建寧梯田 被靠金腦山 面朝金溪流域 層層疊疊的梯田上 種滿了蓮花 建寧種蓮 不畏蓮藕 只塗蓮子 建寧蓮子 據說曾是皇家貢品 紅樓夢中的建蓮紅藻湯 就是賈寶玉每天必喝的飲品 這裡種植蓮花已經千年 五萬畝荷花 每年產出通心白蓮四千多噸 這一段旅程我們將前往一個奇特的方圓使徑 去體驗一場圍城內外的土樓之旅 探訪客家祖地感受追根溯源的濃濃香情 向南去感受瑰麗的紅磚大錯 推開一扇遙遠記憶的大門 龍岩是客家人居住的地區 永定是土樓之鄉 成啟樓是著名的那一座 從明崇祯年間奠基 到清康熙年間竣工 成啟樓的建造歷史三代 耗使近八十年 它坐北朝南 從中心的祖堂開始 年輪一般擴展出三環 佔地五千多平方米 共有四百個房間 最多的時候居住著六百人 門口的對聯上寫著 城前祖德秦與簡 啟後子孫獨與庚 繼續飛行 南境的土樓群 就在雲霧繚繞的前方 四十多座形態各異的土樓 依山而建 一條S型小溪 把塔下村分成兩段 兩頭的圓形土樓 庫斯太極圖裡的魚眼 這裡最早的土樓 大約有四百多年的歷史 春季 秋季 拜祖的儀式裡 人們緬懷先祖來到荊棘之地 把這裡從一片荒谷 變成世外桃園的故事 這五座土樓一方四圓 生長在半山腰 當地老百姓形象地稱之為四菜一湯 中間的這座方樓叫布雲樓 圍繞四周的是三座圓樓和一座橢圓樓 五座土樓以金 木 水 火 土布局 依山式起伏 錯落有致 成為最精美的組合 這是福建土樓最高的方樓 河桂樓 與眾不同的地方是我們看不見的地基 它建在了沼澤地上 用兩百多根松木打樁鋪墊 經歷兩百八十六年依然堅固穩定 大地之上 天空之下 一片安寧的所在就是客家人扎根的家園 土樓是為了家族安全而採取的一種自衛式的居住央視 它以一個圓心 從祖堂出發 一層層向外展開 每天的尋常生活都與祖先相伴 一樓用作廚房 二樓儲糧 三樓以上住人 每一層都有環形走廊相通 一本所生 親書無多 何須代分你我 供樓居住 初入相見 最宜注重人倫 今天 長起樓內的這幅唐蓮 正是對當初福建土樓生活狀態的生動描摹 聚足而居 相互手腕 是幾代人共同恪守的心跳 經過戰亂和漂泊的客家人 用世代不離 永不分開的朴素念頭 搭建起一座土樓 一個城堡 一個團圓的心願 正月十五 連城縣孤田鎮由大龍開始上演 龍頭及龍尾由當年主辦的家族製作 龍身由其餘各戶分別製作 龍身的長度最長能到達近八百米 遊龍的隊伍綿延數公里 石碧 是客家人的祖地 據史料記載 西季末年 這裡接納了第一批來自中原的移民 千百年之間 這片土地 逐漸成為了背景離鄉的中原移民的 新家園 如今 世界各地的客家後裔 超過一億兩千萬人 生活在八十多個國家和地區 他們的家譜上 大都寫著自己的第一世祖先 出自石碧 一九九五年 這裡修建了客家公祠 成為全世界客家人心中的根 相比中國古代民居的青色磚瓦 閩南紅磚古厝增加了中國民居的色彩 群山之中 一條內河盤繞著這個叫戴美的村莊 是建於五百多年前的 二百七十六座紅磚古厝排列有序 房子的格局一模一樣 據說戴美村的開基人 是提倡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南宋理學家陳淳 他是朱熹晚年的得意門生 理學思想的重要繼承者 正極兩端上鞘 在尾端分岔為二 像燕子的尾巴 古稱燕為吉 古厝經歷數百年 多次地震卻安然無恙 是閩南建築史上的奇觀 接下來我們的旅程將一路北非跨越閩中山系 除了崇山峻嶺 福建也有另一片藍色天地 穿行千年古鎮 感受獨居一格的舞獅表演 上山下海 體驗一段山海之旅 來到最美貪圖 與光影一起共舞 穿過雲霧到達霍同 一千三百年前 這裡逐漸形成村路 古鎮六十多座青磚徽瓦的建築 來自明清 人們熟悉人直接操縱獅子的舞獅表演 人們熟悉人直接操縱獅子的舞獅表演 可以當作大型提現木偶 現獅大小不一 大獅子重達三十多公斤 小的重約十八公斤 記上繩索 獅子就有了神經系統 可以坐立 端臥 擺手 洗珠 甚至吞雲 噴火 臺前幕後同樣忙活 這是三百六十度的全息舞台 二零零六年 互同縣獅被列入國家首批 非物質文化遺產 從未究竟 攝影者的線上 彼在海邊 太母山上姿態萬千的石頭 像是漫長石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深陷陛 启枕 福建拥有曲折的海岸线 和许多河流入海口 霞浦 霞 起云 浦 河流入海处 这里年平均气温在二十摄氏度左右 水温盐度适中 与之相连的河流调起了海水的比例 也带来了丰富的营养盐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海带和紫菜在这里大面积养殖 中国大约五分之一的海带和紫菜 出自这里 白路一过 船只开始穿梭在紫菜架之间 瑕浦六万多亩的紫菜 到了收获的季节 对捕捉美的眼睛来说 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收获 旅程继续南下 抵达福建第一大岛 品味千焦百岛 沿江而上 穿越时空去探寻一个千年古岗的前世今生 探访三方七象 走进名人辈出的有福之地 体验荣诚生态之美 平潭岛 也称海潭岛 东面与台湾省新竹港相距仅六十八海里 是中国大陆去台湾最近的地方 这里被称为中国的海石地貌博物馆 岛上的石头就是产品 平潭岛的港湾区 七级以上大风天数 每年约为一百二十五天 地处海湾区的北港村里 四百多户人家就地取材 用结实的花岗盐 建起了一栋栋碉堡一般的石头房子 能抵御十二级台风 海盗西北 两块花岗盐巨石 一缕茫茫大海之中 形似船帆 也叫双帆石 二零一零年之前 从平潭到福州只能坐船 平潭海峡大桥 架起了通往福州的第一条快捷通道 二零年代 一搜大搜大搜寺 三温 零一零年代 一年代 十五天 六天 五天 晴零 大 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百五十多年前 马尾诞生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华造船厂 第一座近代海军学堂 强固海防 掌控海权的梦想 在这里出现 公元1884年 法国舰队入侵敏江口 伏剑水师殊死抵抗 全军覆没 曾寄托着大清国中兴希望的马尾传政 在罗星塔下变成瓦礼 而马尾这个地名 从此具有了一种象征 象征着在失败中重新开始 中州岛 中州岛原是闽江上的一个沙州 清代五口通商之后 在这里建起了领事馆 商社 教堂和医院 十九世纪末 清政府在这里设民海关 福州常关 负责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 在福州高楼大厦的森林中 一个古代建筑群被完好地保存下来 三方七项 位于福州城的核心 它起始于建 完善于唐五代 鼎盛于明清 明清时期 这里逐渐称为官宦明流的聚集区 从中轴县南后街 由北往南 依次排列西边三个方 东边七条巷 占地总面积六百余亩 方向内保存有两百多座古建筑 是中国城市礼方制度的活化石 纵横排列的街巷里 走出了许多声明远播的人物 虎门穴的林则徐 洋务运动中的神宝珍 开启近代思想启蒙的严妇 辛亥革命中的林觉宁 新文化运动中的冰心 这一张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 福州两千两百多年的建成史 并非只能在古迹里找寻 这历史依然鲜活地生长在枝头 福州种榕树的历史 源自唐朝 鼎盛于北宋 那时此地的官员发动了众树的运动 倡导者是当时的福州知府张伯玉 独木不称林 只有榕树例外 他落地生根 独木称林 以一己之力 因比一方天下 这棵大榕树 树林已接近一千年 它的树干直径大约三米 需要六个人以上才能核报 树下可容纳千人成两 号称福州第一榕 福州将荣成 作为自己的另一个名字 在名字里 福州与榕树就血脉相拥了 接下来 我们从妈祖的故乡出发 去往曾是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古城 开启一次 踏寻多元文化共存的传奇之旅 造访中国乡都 感受一支乡的传承与创新 梅州岛 长不到十公里 宽一点三公里 却是全世界妈祖信众 心中的圣地 这里是世界五千多座 妈祖庙的祖庙 妈祖原名林木 公元十世纪 出生和成长在梅州岛 他行善 利德 在他二十八岁的时候 因在海上救人 而献出了生命 一千多年间 十四个皇帝 三十六次赤丰 妈祖渐渐被人们神化成了海神 2009年 妈祖信俗被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 海神 连接海岸线 三十六次赤丰 一下 演化遗产 当天 一切 最前端 六圣塔始建于宋代 是一座五层的佛塔 随着海上贸易的繁盛 这座佛塔成为了引领航船 进入港口的第一座航标塔 宋元时期 有关航海的史料 凡记载我国与海外的航线距离 方位和日程 几乎都以泉州港为基准 在那个时代 泉州是中国的海上零公里 泉州港 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 每年商船出海 官府要员都会来到九日山 为远航的商船祈祷 祈祷他们 乘着春夏东南风而来 秋天顺着西北风而去 八百多年历史 这里翻墙林立 交易兴旺 安平桥 全部用花岗岩砌柱 宽三十八米 有三百六十一个桥吨 大约长两千两百五十五米 俗称五里桥 是现存最长的古代石桥 唱建安平桥的富商皇户 经营海外贸易 成为安平首富 1138年 皇户唱建安平桥时 泉州港已进入鼎盛时期 走上这座石桥的脚步 来自印度 阿拉伯 越南 非洲大陆 欧亚大陆 他们的行囊里有茶叶 瓷器 丝绸和香料 这是一条造在明朝 就开始繁华的街道 泉州西街 如今繁华依旧 开元寺建于唐代 至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开元寺两座宋代石塔 经过地震和台风的考验 仍屹立至今 一直都是泉州古城的标志 此地古城佛国 满街都是圣人 这幅迎联出自南宋理学家朱熹 由近代高僧宏一法师书写 至今仍然悬挂在 开元寺的天王殿上 离开元寺不远 是阿拉伯穆斯林 在中国创建的 现存最古老的 伊斯兰教寺院之一 清静寺 近于一零零九年 那年是回历四百年 这座仿照叙利亚大马士革 伊斯兰教礼拜堂建筑形式的清真寺 大殿上巨大的圆顶 毁于一六零四年的一场地震 二零零零七年 阿满苏丹 捐资重建了这座新的清真寺 元代 与泉州港有贸易关系的 国家和地区 增至近百个 当时 这里有世界上的各种宗教 永春 一个被香气笼罩的地方 全国大概四分之一以上的乡 出自这里 明末清初 曾任泉州士博司的 阿拉伯大商人 普世后裔 为躲避战乱 从泉州移居到永春等地 将祖先传下来的 炙香手艺 也带到了这里 如今 普世后人仍然生活在这里 并传承着手艺 在明代之前 老君严 曾是一座规模宏伟的道观 后来道观被焚毁 石像便独自留在了这里 这尊石像 由一块巨石雕刻而成 它注视着面前的城市 已经千年 在它的实现里 泉州曾经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城市 有最为繁忙的港口 1492年 靠海而生的城市 再续港通天下的未来 想体验在海面上开车飞驰的感觉 厦门的延武大桥 是尚好的去处 最低的桥面 标高仅有五米 仿佛是浮在海面上的路 而所有人都是1200俱乐大桥 就算了 古的黄幻 你说的 不可行 不知道 什么 不得了 对 我 没关系 我 儿子 厦门又称陆岛 远古是百路七夕的地方 奔跑是这座年轻城市演绎的韵律 浪漫却是它永远的主题 中山路也许是中国最有名的一条街道 因为全国大约有一百八十多条中山路 这些中山路大多位于城市中心 很多都命名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厦门的中山路是厦门最老牌的商业街 全长约一点二公里 是一条直接通向大海的中山路 古浪鱼与厦门只隔着一条宽六百米的路江 1.88平方公里的小岛上 上百座别墅散落在山坡海岸 绿树丛中 八卦楼的红色圆顶设计 模仿了清真寺 1913年修建了这座梳妆花园 圆建海上 海藏圆中 是一处海滨园林 日光岩也称谎岩 据说郑成功觉得这里的风景 胜过了日本的日光山 于是把谎拆成了日光两个字 出入厦门港的船只 经过鼓浪雨 几乎都会看见这座郑成功的雕像 1641年 郑成功曾在这里驻扎屯兵 这位反清复明的将领 将这里划归斯明州 清末到民国时期 这里成为中国的公共租界之一 十几个国家先后在岛上设立领事馆 2017年7月8日 鼓浪雨国际历史社区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从厦门岛玉海北上来到了极美学村 1913年 在新加坡创业的陈家庚 就在家乡创办极美小学 他先后在家乡兴办了17所学校 包括幼儿园 中学 师范 水产 航海 商业 农业 轻工业等校 被称为极美学村 之后又创办了厦门大学 据统计 陈家庚先生在海内外创办和捐助的学校 总共达到了118所 今天仍有十多万人在这里学习 学生们尊称陈家庚先生为校竹 国际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员会 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陈家庚星 一艘巨型货轮即将靠港 空无一人的港口开始繁忙起来 计算机控制的桥调 拖车 24小时自动运行 卸货 运输井然有序 这并非科幻电影画面 而是发生在厦门远海集装箱码头 真实的一幕 实现这一切的就是人工智能 业内戏称之为魔鬼码头 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 节省能源25%以上 效率提升20% 一线人员减少70% 曾经 帆船从这里出发 是像历史上海洋贸易的辉煌 今天海上丝绸之路开启连通世界的 崭新航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